現在是去Module9,其實它就說AWS的Academy第三代 多了一些新Lab,還有一些新的Section 再做新Lab,Module96666666,第九個Module,它就有新Lab 例如Lab是押圖,之前這個應該沒有 按了Ctrl,可以這樣卡下去 有進一個Lab 兩個都沒所謂 我們先等下一個Lab 你知道剛剛開過Lab,基本上要先按StartLab 然後你還要等一會,就可以進入Ctrl 按這裡 我看一看,在等下一個Lab的途中 這個新Lab我也沒做過 其實這次是想和你玩一個AWS的User Management的東西 其實你要弄清楚,這個就不是真的 你其實要弄清楚這個戶口,這個戶口是你的AWS Account 進入的戶口,還是你的Application的戶口 其實Cornito某程度上就可以幫你做你的Application裡面 你有很多用戶,不是你的AWS Account 但是它有一個Magic的地方 Magic的地方就是它可以 而是Login了這個所謂Cornito的System的User 即是它系統的User 這個Sub database的User 其實它可以Map回到AWS的你的戶口 還有一些權限,讓它做一些東西 也有其他玩法的,但這裡可能沒有跟你說得那麼仔細 可能我想用FacebookLogin,用FacebookMap去AWS Account 可以嗎?其實也可以的,但其實這個案件是很複雜 所以通常用Cornito這個服務去包裝 我們按了它之後,其實它說60分鐘搞 我們今天就會玩這個架構 其實就應該用Counter,進入Database、WebSite 用Cornito,然後組裝 然後組裝 那你就組裝 第一個步驟 其實是很普遍的,因為現在我們通常做Application 其實我們要不需要做一個有伺服器的Application 其實是可以不用的,AWS世界裡面 其實現在現代都不 例如你說做一些不知很高益的東西 那你走到伺服器來做 但其實你現在基本上可以建立了一個Static網頁 然後透過JavaScript召喚這些Cornito的服務 其他Cornito、Firebase等 你召喚它,其實它可以幫你搞定那些 即是那些Security問題 用一個JWTToken來做 其實你就可以透過這個Token 其實某程度上就可以 你用一個好像普通HTML 其實通常不是普通HTML 我們通常都會用那些叫React.js、Vue.js 那些去做SPA Application 即是Single Page Application 去搞這件事 其實這些Data都是Dynamic的 因為其實你可以登入你的帳戶 可以召喚到API 甚至可以直接用AWS服務 點數據複錶都可以 其實現在已經拆穿了 其實我想目標就是 目標是做到一樣的一個Application 即是做個SPA 應該要給了一些 我們應該不會寫Program 因為我沒有看過Lab 我都是跟你說那邊做 我們現在第一件事 我到這裏 SAT Lab我已經到了 我看背景看了 其實就是做過這個SPA 應該是一個靜態網站 不過透過Cornito 來call the ADAS resources OK? 接著就點數據複 其實不止數據複錶都可以 即是你想要來call Amazon BlackRock call AI Service 全部都可以 call 什麼都可以 因為是AWSDK 我們就介紹了一點背景 好,我們開始了 按一按 綠燈可以按一按 或者我先拉一下鏡頭 因為這樣就要變化 拉一下鏡頭 按這裡 按這裡就Program 我們又要開到Console 開完之後 看看做些什麼 應該會有一個Cloud9的URL 在我們AWSDTEL 其實它在底下 所有Lab的字 在底下用Cloud Formation 然後它會幫我們 建立了Infrastructure 當你做Lab 當你不用做 它這次就幫我們開一個Cloud9 來做一個平台 打Command 淋淋淋淋淋淋 都可以的 其實這些你不用那麼煩 那我們就去到這裡 我就放大一點點曲線 現在這裡第一件事 進入Cloud9 我們就說 你小心點 我想我們要抄下一些資料 我們要抄下一些資料 我們要找一個Notepad去抄下這些資料 其實跟著就 OK 那就 好 其實我們要填下這些資料才可以設定 這個Application 因為如果你玩Connitol 其實它最主要有一個Metrics 就是有一個Application ID 其實它也很可愛的 你會發現 怎樣可以領一個Static的網站 去保留到 secret 因為你能否補到HTML JavaSkills 你不是全部下載下來等 但它背後就有一個Magic 去做一個Hand Shaking 雖然你公開了ID 但其實不程度上你都用不到 這些是很有趣的東西 好 我們先開設計 它說離開了Cloud9 離開了一個Editor 就是這個 開了Notepad OK 有時候你做LAP 你要保留這些 要保留這些資料 要保留到Bucket名 Dominium User ProID Application ID 要保留這些資料 然後設定好 然後我去到Cloud9 拿一個Source Code 這裡拿Source Code 這裡開了 Cloud9其實是Terminal 通常使用一個簡單的ID 可以給你用 不過現在其實就不太流行 這裡就可以Ctrl-V Ctrl-V Enter 用Source Code來解壓 這裡就是NodeJS Server Application 全部都在這裡 看看搞什麼 慢慢來 然後呢 就 現在正在溫定這個script 因為這裡最後一個 你還沒按Enter 按這個Enter 設定的script 現在其實我進入了一層resource 設定的script 就看這裡 你去看一看 我猜它會行Call Formation 是不是 不是 它安裝了SD 它安裝了最新的Cli 很明顯看 其實這些是很Generic 其實你玩開部新伺服 你用Cloud9 或者你用Clock Space 你都很流行 不過其實Clock Space 就不是這樣 這幾句話都經常這樣做 開機 你就很想 很想安裝最新版的Cli 就安裝最新版的Cli 然後安裝最新的Brotos 3 Brotos 3就是AWS的Python SDK 因為你用Python Call 就要安裝Brotos 這樣 你看到它安裝在Global OK 安裝在Python 3 為什麼呢 因為這裡打PIP 它其實是用2.7 很多時候Amazon Linux 都會這樣的 就是Amazon Linux 但是當然是 然後你又安裝Node Node安裝Package 接著是Setup Script 還有Python 然後就拿北劇名 拿性 我們要抄下它 這裡反正有時間 去看看這個Setup Script 做什麼 看完Setup Script 即是沒有要做 你看到 他這個Lap 比較直觀一點 平人通常我做 我就不會這樣做 我通常有Calformation做 他用Command 9的方法 就幫你去讀不同的資料 去CREATE 沒有CREATE RESOURCES 其實沒有CREATE RESOURCES 那也OK的 沒有CREATE RESOURCES 因為CREATE RESOURCES 我們不是很prefer 用這種方法做 他就在這裡逐件事 看看防火牆 不是,他也有搞 搞防火牆 看Cal Fund的setting 因為Cal Fund 我們要用一個 因為其實Cal Fund 上With S3 即是你搞清楚這裡 這裡其實有些東西 都挺magic的 Cal Fund上With S3 這個用不需要Propric出街呢 不用的 你一個Private 其實現在玩WX很少 S3要Propric 即是如果你真的開舊 做S3的網站 你就會不會Propric 這個其實是Legacy 其實現在不流行 現在你做 通常你就開一個S3Private 接著開一個Cal Fund 然後Cal Fund 就用這個新的 這個叫OA 其實不是OA 應該不是OAI 用另一個 這個 我不太記得 OAC 但其實就是這樣鑊著 這個Bucket 就是Cal Fund Read的Bucket 你不用Propric 它就像普通的Bucket Buy-bye-lo 當網站走 接著就叫 逐件API Read出來 我們就抄下它 接著就說 你靠分 Distribution 行不行 我想這個setting step 你啟這個command 這樣也走完了 那就抄下它了 其實就有興趣 再看 這些用SDK的方法 去召喚 這些都很普遍 其實用CY好 如果你發現你用CY 用得很痛苦 其實都很powerful CY你也知道 但是個個案是 總之你覺得很痛苦 就寫Python Python 你只是這樣玩而已 那為什麼要這麼辛苦 用一些command去做 為什麼你早點跟我說 我要 我不知道怎樣 我要不裝 其實都不是 你也要裝東西 所以其實一看到 基本指令 即基本玩法 你見到很古怪的東西 是很難寫的 即是用CL 有什麼CL 搞不掉 就馬上寫Python 這是一個 求生本能 Bucket 吸低它 接著就靠分 你要減低它 要是你需要這些setup 去config 我們先拿兩個資料 我們回落 這個目標應該有網站 就是貓 我們剛剛應該做到很前 做到這裡 就做到第七步 抄下了資料 製作了兩個資料之後 IDAG 就有一個 Expense Website Script 爆開它 Website Script 這裏應該是 這裏其實有些 JS 看看這裏是甚麼 Application 其實這裏不是甚麼Spa Application 今次它用一些很基本的 其實你用這裏就可以了 真是很邪惡 這樣就召喚到Amazon所有東西 然後後面交換領域就可以了 這些又是一個magic 所以寫你的網站都可以了 是的 我們第一件事 我們有一個config.js OK 那你 這樣被人看得到 很害怕 沒有的 這個邏輯的 config.js在這裏開 然後你就把靠分換下來 就要叫你 應該是 換回靠分 OK 換回靠分 我們剛才吸低了靠分 所以你真的要小心 因為你記住這條String有個code 如果你中間多了一個space 就多了 Code 可能它會駁一些連結 連結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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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小心一點 然後這裏就 先保證了 好的習慣 但不知它們的儲存 然後你可以關掉它 那裏就說 那裏就說 我想抄一些source code 這個command 都很 很普遍的 就是你轉到這個folder 就是兩句東西 轉到一個folder 然後就換了 我們開一旦 用剛才的notpad 那就是這樣 經常用的 因為 這個很好用的 你抄圖上去 有folder 那你下一個recursive 接著就可以了 但這裏有bug 看到沒理由 mass control 會有space 這麼古怪 是的 curs control 其實這是什麼東西 有古怪 有古怪 其實要問 其實你很虧的 你喜歡google 如果不然 其實沒得 sons kill 沒得玩kill 這裏玩不到kill 因為這裏不是寫program 其實我跟你說這句command 是狗 你敢猜狗想有bug 怎麼這麼古怪 中間有三個space 這裏應該有bug 所以 有bug怎麼處理 現在是時候 雖然我想說是時候用人工智能 但是 但是個case 臨癡用肉 按不下去 因為不給用人工智能 因為這個account是學生的account 不然你這裏問 你這裏問 我教你 其實你就跟他說 我想要一個one comand upload 我猜他會聰明 這句話 其實很無聊 我就這樣丟這句 看看他會有些疑似 我整句就丟下去 我整句就丟下去 其實你看看一些人 你看到maximum age 即是你見到cashcon 那些人就做這些 maximum age 就是這樣 因為其實你現在按一步上去 你是想設個header 設個header 那什麼叫header 那你本身所有網頁 你按app12 那其實你refresh 然後你network 你隨便找個request來看 那這裏就是所謂header 你這個header其實有很多information 例如他想安全 做caching 靈靈嬸嬸 encoding 這些是什麼files 這就caching 因為一輩子是sma三幾 即是他會保持在這個bowser多久 那他就想設header 那這句話是錯的 OK 一看就知道錯了 即是你經驗所得 沒有理由都能有個space 你怎有可能 你都覺得有問題 就是你按摩下去 想recursive 即是根佈打上 那就升了 sb bucket 那我先fix了問題 這些很明顯有bug 那 我要先抹下它 我要先抹下它 因為我這些guide line 之後會給圖兒仔玩 等我很快抹下它 step幾 這個是 step幾 這個是 step14 step14 先抹下它 先抹下它 再抹下它 先抹下它 好 繼續做 那接著就開個NodeJX Local Server OK 那去回這裏 那你這裏 Local Server 貼上去 NBN Star 其實就是NodeJX Application 很簡單 其實是你去看 那我都說我們其實沒什麼教你玩NodeJX 但也沒有時間學那麼多 其實也沒辦法 但是如果你想抹下看 那你又進去 那你進去 NodeServer 其實就很頂的 這些就是NodeServer 那其實你NBN Start 就是package點Json 走這個 那你打start Dependency start script 就是set這個region 然後Node.index.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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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Web Server OK 那其實沒有 最頂的那些 這隻叫Express 其實基本上你Node那邊 每個人都玩Express 或Application 其實在一個很low level 逐條path 逐條攪 逐條攪 攪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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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很容易明白的 它沒有什麼 就是很low level 給你攪拌 總之你去這條路徑 我回覆你這件事 這樣來做 你可以看到 其實這裡就可以模擬到 後面 OK 這裡做回後面 那我們看一下 然後開了Local Liveport 就8080 8080 因為你什麼都不交 它就開8080 那開了8080 其實這裡 就不會preview 如果你去看這些 Source Code 你都知道 剛才我開給你看 你都知道 這個其實不是一個完整的Web 這個像API 這樣Return 很容易Return到Json 即是給你一個userman 因為你的application 你需要這些 好 那接著 就 呃 好 接著我們現在這裡再做 就說 要看Calfund Distribution 那 OK 應一提Distribution 這個字是Calfund 看Calfund Distribution 在這裡就打Calfund 呃 按 呃 好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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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Calfund這裡 你按這裡 那 我們現在最重要看一下Status 因為Calfund 其實 傳統來說 是一個比較慢 那你也要接受 那你也要接受 因為其實你按一個按鈕 就Amazon 全地球有200多 現在應該200 不知道300多 還是200多個Data Center 它不是叫Data Center 它叫做Edge Location 就是其實你 很多很多的數據中心都有Cat Server 它叫做升了全部的設定 那你想想你全地球二三百個數據中心 說地球 那你按個按鈕 要等幾分鐘 就是很合理的 就是想一下 你怎麼升才行的 就是你不可能用 就是想你如果你有幾百 不是幾百部機 數據中心裡面有很多八部機 那你做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你就會有古怪的東西 雖然這個是九成都慢 所以其實有些覺得很magic 就是有些CDN 我按下按鈕馬上可以 其實是不是真的可以 快都那麼緊要 那所以我們要確保 你看到它就Based on Station 就搞定了 就Deploy了變成Enable 那就真的可以了 如果不是 你很習慣 如果你交回Distribution 你還沒Enable 你玩的時候 它會有些很有趣 什麼會叫Direct 那個怪怪的Behaviour 你會看到的 那我們就應該 就看到一個小卓網站 那我們現在可以回到這裡 那在小卓網站 就按一下它 那這個就在那裡拿 按一下Copy 那這些公仔就很簡單 按一下就可以Copy 這樣就貼下去了 這樣就搞了 看到這些都是我的File名 就是剛才我們升上的File名 那你會看到 然後剛才我們設定了什麼 什麼Header 什麼H0 這裡就是什麼H0 剛才就打了一個Command 怎麼設定這裡 就是靠剛才那個Command 這樣把它設定Header 你當網站玩 你就可以 其實你所謂的Header 在它那個SvBucket的角度 它只不過是Metadata 有Tag 那位置放Tag 放Tag 放Tag 其實它靠分 看到Tag就會吸引 就是它是這樣玩 它很像網站 但其實它有些位置可以不放Tag 那我們好了 那現在這裡 嗯 好 那我們現在這裡 就Bat一下它 嗯 它說是一個人的 你按一下Jerk 按一下Jerk Page 按一下Jerk Page 我看到了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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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些相片 你再看 就是來自那個CowFund 看到CowFund 看到有些Jerk 然後叫你按下Bat仔 對 我看到Bat仔 就這樣 就這樣 回頭了 那 接著就按下Siding 即註冊 接著是Login 按下Login 如果是Login 應該不能下面 她沒有先接Key 你還要Nogin 你說要CallAPI 那它叫你Login 還沒搞定 那康片 Dismiss 所以要閉一閉 那現在我們就製造一個User Pool 因為這個學生是好用的 不過你要搞清楚這件事 如果你做一個超級巨型的網站 很多時候都不會用的 因為錢的問題不是非常不好 非常之好 因為做一些User Base不是很大 我平日做的,幾百個學生 哇,真是很不錯 什麼都不用做,而且非常之好 但是你說我幾十萬個User 我逐個User收錢 其實不是這樣 即是你真是很合理的Vision 很多時候有些人做得多User 他們就自己做算了 價錢的問題,不是說他不好 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去找User Pool 即是你做一些Application 你記得看錢 記得看錢,不要傻 你做雲端的話 其實雲端工程師最不同的地方 就是看錢 其他社會員會不會按錯一個按鈕 破產 但是我們這些按錯的按鈕 就會死人陷流 按一下,User Pool 其實你就要吸收下資料 OK 我們要Network 然後下User Pool 這裡叫User Pool 好 然後createUser Pool 有不同概念 因為傳統剛剛推出的 N年前其實是沒有User Pool 強制你用外面的User Pool 但後來加上User Pool 就變得很有趣 你可以有自己一個User Pool 再hyper mode 你可以支援Facebook Google 所以Identity Pool 和User Pool 是可以一起做的 好吧 先不理會它 現在這裡 按一下 看看練習 你選擇User Pool 就選擇User Pool 先選擇User Pool 先選擇User Pool 按一下 然後 你選擇User Pool 就沒有了 除非你說用Fedid Data 即是Fedid Data 就是剛才我講的 很多時候 你以後做Application 你都會說 混合User Pool 這個第一個題目 可以按一下 之後 你就可以 很快 可以Facebook 因為這件事 所以我告訴你 人多或少問題 如果你不是很多 你真的想 別人的User 很方便的Login 其實你按一下 然後拿 你要去Facebook 拿一條Key Google拿一條Key Amazon拿一條Key 放下來 大家交換了一條Key 其實就通了 你說要跟Google 給你這些感覺 那你就簡單簡單 但這次 就不是做這件事 其實現在就這樣 就是一個Database 然後再給你一次的 就用這個 Fedid Fedid 再用Google拿 不用了 不給你 我可以把你 用這個 用這個 OK I'm not 用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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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你選擇 即是你生用點的 聯合電源也很容易 即是你選擇很盡力 有收入明清潔、E-mail 你選擇了E-mail 它就會幫你做E-mail Verification Workflow 就是要E-mail 你選擇了E-mail又懂得忘記問E-mail 你選擇手機又可以選擇手機 它會幫你手機寫 SMS 應徵 很棒 要是你想一下就自然做 你憑你是一個普通人 你怎可能做到手機認證 你不用靠 好,接著就問 為不可以用戶 改一下用戶名字 用戶名字 這些不理,真是小概念不理 Allow user to sign be preferred user 我可以自己用 preferred user 可以自己再下 那我就按Nexy 接著就 Password Policy 你可以很囂張 可以自己改 不要用MFA Password Policy Mode Keep Default 但是就不要用MFA 因為其實合理的要有MFA 就是Option 比如說,用戶強制 你用手機認證 或者SMS 你可以自己弄 所以很厲害 你真的會玩 就已經開播 接著就 User Account Recovery 即是你睡了 睡不睡 不睡 看自己要不要 可以用Email、SMS 等等 但是呢 現在這裡 Enable Server Recommended OK Enable Server Recommended 就可以了 用這個基本上 Default 算了 有Forget Password 有它 好 接著呢 User Sign of Experiment 再設定 就是你 Enable Server System 就是自己登記 可以不可以 如果你吃走了它 其實你就變得沒有 沒得了 沒得了 那麼 呃 還有些什麼 關鍵 我帶著講 很多 Etrouble User Accounts Confirmation User Accounts Confirmation User Sign of Verification User Sign of Verification User Sign of Verify 但是呢 Etrouble 其實就是 這麼簡單 有一個 我就會 Default 就是 Confirm Email Confirm SMS 那些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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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疑問 但是 也不 主要是 在 海水的說明 大概 有很多 但是 每一個 都 但是 你現在 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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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 打電話 我沒有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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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電話 那個 wouldn't make you know you're a 這個 in your with your 你的 你以為你拿下了什麼 然後你以為你拿下一個 你拿下一個 所以你拿下一個 這就是 那個 אתה 那你會這樣 你用 那你用 你用 用 這就是 那個 這個 我覺得 我的 你可能會 你的 因為你寫email 出街 寫email 出街 就是跟所有寫服務的SES 你便會Customize很多東西 如果你真的有個SES的Distribution 就是那個Setting 你收到這裡便會看到 你會看到就可以用你公司的Adjustage 寫出去 你便會親民一點 如果你用這個 你寫出去的email便會看到 你一個 除非你有8GBWR file 但其實就不 不太fany 所以你應該會叫你用SES 出街 這就是第二部門 接著就 Next 因為看不多 最重要是給我名字 最重要是給我名字 因為這些是一個application 有手機的網站 有application 有一個pool 你記得那個pool 應該可以share 即是可以收機板 桌面板 等等 那些都是個pool 人 即是被拘捕了 接著收Login Login 想不想 自己弄 用那些圖案 那這個又開心 因為你按了之後 其實就應該搞得了 接著問 你也知道 這些是domain之間的communication 即是你有不同的網站 如果你的網站之間 你任通 其實就很危險 所以 你一定會授權某一個domain 去做這件事 那 我們一定是 他就說 但在這裏要小心 因為我們才錯了這裏 一定會說不到 那其實就是 我看到 你不可以做的 p-fix 所以說到domain 那 我放了這裏 那 你不可以說 這個 應該有問題 有問題 有問題 這個要緊要 我把他的反轉圈 一定會靠分 那 我 想一想 再想一想 看清楚一點 沒有事 沒有事 因为你如果遇到domain,他会不准备 他意思是这样,我给你一个domain 如果你真是这个domain,awarable就OK了 他就说,如果我这样弄了这里 你想想,你和班一起做,我就会弄了一个domain 我不明白为什么awarable 因为理论上,我觉得这个应该有很多人在做 总之,他给一个unit10domain 你拿一个10domain来玩 否则,其实理论上,你买了一个domain 你拿一个domain name,放上Amazon 然后买了Certification ACM 即是用Amazon的ACM,Certification Handle 那你就可以在这里选择你自己的domain 再选择了SSL 但没有domain,你会这样选择 但假设你应该在做Lab的时候 你应该会这样 你应该在做Lab的时候 你应该会加上ID 或者什么什么 他就跟你说,应该是你一定会撞的 因为你30天一起做Lab,一定会撞的 那你就会PVX OK 但你记住,如果不arable 你就过不了 但你如果知道,这些你应该会看得到 这些应该会看得到 这个就是Login的domain 应该在最后看得到 然后再设计一些东西 再设计一些东西 然后就... 他叫你先抄下它 先抄下它,安全一点 但应该会看得到 你抄了PVX Domain Prefix 这样 整个都拿了,应该只拿PVX 但理论上应该只要你拿这一块 但整个就是这样 因为我后面的application 就有些setting 已经是后面的 好 接着就... K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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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Public Kion 因为这些是就这样玩的 就这样玩的 那就Public Kion 然后就选择Kion名就是这个 Public Kion 其实你通常都是这种 通常都是这种 因为你正在做手机app 或者你正在做web 那就是最传统的 Hopic Kion 但是呢 它现在支援一样有趣的 就是... 刚刚出了不久的 就是... server和server之间的communication 都用过这些图 那就变成了confidential Kion 那这个是server和server 那接着呢 就问... 你要不要Carned Secret 那... 应该... 应该不搞的了 但是哪一条link被call 就是这个重要了 因为其实... knock in 成功之后 它需要redirect call 因为其实它是两个网站 就是... 你看到它有... 有它Conneto的网站 因为你一knock in 它飞了Conneto Conneto 查完所有东西 可以,它就踢回转 所以你就要有一个... 摺得回你那个... knock in 后的link 那所以呢 我们就一定要... 这里... 不可以错 就是这个call back url 这一错呢 你就死了 那这里呢 我们要... 先... 在你的notepad那里呢 你要... make sure... 这里... 这里... 吸错了 你要拿了这里 因为它的逻辑... 你永远... 玩得多你就知道 这些不是什么... 只是Amazon的metric 你现在有机会... 我想... 复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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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个paypal 在你的网站上... Visa在你的网站上... 其实它都是这样设定的 就是你用那个web来付钱 其实那个web去到... 复个paypal 它就给你call back 这个call back mechanism 接着就认个domain 认句一对 那这里就贴上去 这样 那接着你可以有几个 因为你可能有几个application 那接着就... at france client settings那里呢 就是... 看看先... 这些我都不太... 细节的玩笑 那其实你最好... 按了这里之后呢... Allow user... spra... all friend 有这个先... Allow user... password... all friend 两样东西 还要加多一个 加多一个 可以把password 它... 可以用username... password for admin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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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用这个叫做... 没有密码的 protocol 的玩法 就是secure remote password 我都不太知道这些什么 但是就... 就是你不同的机制去做你的授权 knock in 那... section多久 token多久 refresh 那你不用理的 他很过瘋的 他会自己弄好 下面我们刚才只得continental user pool 如果你混合几个 你就可以下混合几个 那... 就... 大致上是差不多了 应该差不多了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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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佩空 に time 那... illsliament 势 organis mer libras 那... 就是我们前面第一家ó 那... 從大株培系列 是中.... 然後Ctrl F貼上去 那你見到這裏 highlight了這位置 那你見到all friend code grounded ok,這裏是可以的,這個ground是有的 跟著 選擇,from the drop-down list 找一個implicate implicate,implicate,ground,ground ok,這裏再找一個 這個,這個,這個,那你見到又買了 什麼都比較,你看到很多東西寫了 不過你就是這樣,你跟Insertion去玩 或者你要看文件,其實如果你真的通常 我告訴你,通常我做Connector 我們通常都是用amplify的 即是用amplify,這些就會有個精靈 大大大大出來,ni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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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不是nix,就是command i去做 那會搞這些東西 那跟著用openid的connector,我可以用email 和openid 要拿走電話,可以嗎 Insertion是email 就沒有電話,因爲我們吃不到電話 嗯 這裏拿走 我留下openid 和email 不然呢,待會不能進入 因爲我們是沒有 我們有email 但是沒有電話 到最後就create這個pool 都搞了一段時間 然後就review review 基本的東西 confirm它 看見了,你可以讀寫的field 因為你有個database 那我create了它 好 可以 那就搞定 應該很快 應該很快 但是搞定了,我的app在這裡 然後你就要抄回資料出來 你需要的userpool id 需要的userpool id 其實這裏就是userpool id 你不用按進去也有的 那就去回這裏 userpool id 然後就進去有個app id 就是這個userpool id 不用進去就看到了 那接著呢,可以說 create一個user來玩 我們create一個user來玩 create user user 那這裏呢 只有一個名字 你給了什麼 你create一個user 你要給他個login user名字 先看一下,有沒有按錯了 create userpool 入錯了 我按了create userpool 入了userpool 入了用戶 跟著這裡create user 那你如果想invite你的朋友收的email就給他個名字 但是這次不用了 你先做個tester 設定密碼給他 那繼續吧 先看 聽了電話 那跟著這裡有密碼 那你要給他一個密碼 那不要set set是password 沒有gen是password 如果你genpassword呢 你一定要收email 不是,因為這個手動create user你能看得到的 那你喜歡的數字 那我create一個user 那待會來用 那簡單一點 那再create一個admin create一個admin 那不要save了 create一個admin admin 然後set一個password 然後set一個password 啊,這個 但是他不知道會強制我改密碼 因為他的位置是 都不小的 double transfer admin 其實錯了 可以看看安全一點 嗯,這樣吧 先看看先了 那我create一個user 沒什麼秘密 玩nab而已 那我們 弄了兩個用戶 然後呢 forsetrainpassword 因為他第一次 他的write 是要你這樣做的 所以其實 應該要改一改密碼 那跟著呢 就加 那就creategroup啦 因為你永遠要做的都是creategroup的 那creategroup就可以拿不同的換限 那group呢 就create一個group啦 起個組別啦 那這些比較簡單 我慢慢按 那admin admin 那就creategroup 那又admin admin 那跟著呢 就add user to group 你可以一次過ad 是不是呢 啊 都 不是的 那這裡就可以做mapping 就是 很多時候我們這裡做mapping 就是說 喂,其實你 你怎樣可以由cognito map 回到AWS 那這裡做mapping 你給AIM role 然後夾下去 那就可以 他可以做這件事情 對不對 對 這句 CAMPO User CAMPO E2 User CAMPO User CAMPO TAMPO CAMPO CAMPO 一conduct別 triple Royと起源的 あの大的 ゴール禕音 萯蓉京王 圈木 萯蓉 萯蓉 Teil snoop 萯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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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你以後整體內容就是 以後,你以後有多多多的 肥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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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膚 在這一個 一個較為的肥膚的肥膚的肥膚 你要個肥膚的肥膚 所以,想要努力的背景 還是要努力的肥膚的肥膚的肥膚 我查看我全一個網友播尾 再聽聽聽聽... 我會在這裡的目的 好,大家 我會看看 我會看你的 很... 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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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vas 一定有正常一點點 經過軸了 簸簸簸簸簸 即將訂閱 那平底切成精鼓 keys的確回給你看 fool 眉毛金 所以那我卡到簸簸簸簸簸簸簸樓 他什么啦 他几pm 他几两个人都去看看 看一瞬 看一看 我看他就看一看 看一看 他这个很高兴 他之前在声音机 都在声音机 都看他什么 为什么 我以为和他这样 和他人 所以我沒有地位 在意義的 就是一個女生的 女生是有所謂的 那麼一刻就不想 還有女生 如此稱之壯的 小是 這個女生是 goed 這是ヨーサ 那這是ヨーサ Agenda 沒有太多人 是我的人 我的女生 在這碰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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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死訪者再次 F profitability好啦我不知道 我一定會做錯了 不行 這樣啊 我一字改為2 然後 那邊是比的 一字改為2 那這些一定會比的 嘻嘻改 接著就 我沒有email address 應該不可以的 嘻嘻嘻 嘻嘻 嘻嘻 我不知啊 因為他說叫你試改 就是你看到這裡試改 Test user up the train password 沒有email address 其實沒有email address 哎呀死 沒有email address 還是沒有 那 先看 第一 你們問問 你們 你們看不到 你們看不到 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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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怎麼搞 他說 Name as host .com 嘻嘻 我先跟他 嘻嘻 嘻 可以啊 Name ashost.com 那下面 立即轉了 看到 confirm user 因為我呢 我剛才離開了 這個app 就是 我剛才在這裡 就是 你應該在這裡 我離開了這個app 你可以看回一個 就是 你自己按的 你按進去 然後你到 你去看回一個 就像 confirm了 我們成功呢 可以改成這個文化了 那就是 Name as host.com 就是那個 app integration 按 在這個 那裡 就在嘻嘻 好,那就是 過到這關的,我要先抹下界拉線 59,還要弄它是min user,其實也合理的 有lock in,沒有lock out 有lock in,沒有lock out 反過來bet一下,我想回到這裏 sign in as difference user am in 那跟著呢,因為你am in也要減碼不打 am in 1 2 3 1 2 3錢,sign in,逼你改密碼 那跟著呢,又是頹頹的 1 2 3 4,這樣吧 那你確定抄下密碼,沒有人家不記得 然後呢,name at host dot com ok,就這樣吧 嗯,行了 任務完成了,改了兩個密碼 那跟著呢,你都可以好像我剛才那樣 就是double confirm user pool 按一下他,看看那些用戶 那應該呢,refresh 就confirm完 因為呢,你一定是這樣的 迫你改一次密碼 那email呢,就 就令你很惡的就是 因為你手動他的用戶 所以他就會按 如果你用他的帳戶 用email verification 他就會有email verification 因為你註冊不到的嘛 所以你不會有這個問題 好,這樣呢 其實看見了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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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呢 現在你看到呢 我們回到59這個step 之後就 就說了 哎,happy了 可以試lock in 去回cloud 9 去回config.json 我們呢 就回去 cloud 9 cloud 9 config.json 應該在 在 不是node server server就是server 那就是 靜態網站這裡 靜態網站 在這個website 靜態網站 這裡應該是script 應該有config.json 通常都放在這裡 在這裡 那我們uncomment 那highlight全部 control pit就可以了 control斜片 就是這個斜片 就是這個斜片 就是跟comment的斜片一樣 你那個方向按 鍵盤在shift鍵旁邊那個 那你會逐個換 connitto domain string connitto domain string 那就換了 connitto domain prefix 那真是下個pfix connitto domain string 是下個pfix 那我跟它 應該就 就要我domain 應該它會按 即是它這樣說 我只要跟 那跟著呢 UserPool ID 我忘記了 把identity proof出來 但沒問題的 UserPool ID 跟著就 Client ID Client ID應該是這個 不可以自己 小心一點 千萬不要錯 那就Client ID 跟著 calfund distribution string 嗯 calfund distribution calfund distribution calfund domain 又好像 有點不同 先看清楚 calfund distribution calfund distribution calfund domain calfund distribution 就是前 前面那一節 前面那節就是 真的 我也沒有留意 前面那節就是 這就是整個 calfund calfund 嗯 bass node server string 其實剛才就是calfund 就是放了calfund 就算 ok 嗯 嗯 跟著到最後 就是identity pool 嗯 形狀應該是這樣的 應該是 是差不多 最後就是 calfund identity pool ID 那 identity pool ID 你就要回到 這裡 這裡是identity pool 那 那 嗯 那 那 identity pool ID 就 就 其實它應該有關聯 不過現在我這樣按 就好像不太能看 對 因為應該identity pool 是會黏住 User pool 因為User pool 和identity pool 其實應該有關聯 不過我這樣按 我按 到 User pool properties 因為它應該要 我印象之中 應該要串 不過 不如我這樣按 我按 出去看 不要緊 先弄 可能剛才有些預設席 走了 所以不知道 那我不管了 那 就 拿回 最後拿回 identity pool id 有沒有說 有趣的 我也不太明白 這個identity pool id string 這裡好像沒有 有 也有 其實這個config很可愛 這個config它沒有 我按了F 但在source code裡面是會用的 在source code裡面是會用的 這個 有些 有些concern OK 有些concern究竟我怎樣設定 因為它沒有說 那個config還沒有做完 我不管了 我跟著做 其實它還沒有設定 你看到它沒有設定 不過我覺得也一定是它 你先放置 也不會死 你先放置 對不起 這裡 這裡 嗯 就是我剛才的identity pool 這裡 這些lab 因為這些新lab 它經常寫出來 都是規規的 那現在你看一下 大家要對一下 就是它說的suggestion 的樣子 對一下樣子 像不像 先看看 domain 我剛才說的domain 我剛才說的domain 10domain User pool ID 是有一個region User pool client 是有東西 Cloud Fund Distribution 是D字頭 因為Cloud Fund D字頭 下面這抽 它還未設定 但我們設定了 那就算了 那繼續 我們這裡再下 其實就是 你又要抄到自己的code上去 那這次的command 就對了 先確定自己是save 就是save了 你把code上去 那你 Sorry 那 Note Server 現在正在開 Note Server 正在開 那你 其實現在的case Note Server正在開 它停了 因為我看到是沒有所謂的 因為我看到是沒有所謂的 因為我看到應該要再開 那你Ctrl C 我用它來做 沒有所謂的 然後你就貼剛才那兩句command 那 那 那個sp bucket 不對 今天的sp bucket 剛才我們換了 其實都是剛才那兩句command 這樣 那 有所謂的應該要開 Note Server 那 抄回這些file 上去 那它全部蓋上去 那我們做到67 68 然後就是 把package 2 json 變成package.json 然後就replace了兩個file 那 有兩個file 要replace 那我們就看看 有什麼蓋 它在蓋上 蓋上 蓋上兩個file 那 package.json 看清楚 那我想擦一下有什麼不同 package.json 變成package.json 變成package.json 2 變成1 蓋上去 那這裡呢 啊 就有了 這裡要走 Konnisto UserPool ID Konnisto UserPool ID 一定要走 UserPool ID 你看到啦 小心點吸一下 其實你這樣設定這句有什麼意思呢 即是如果你one command 在前面 其實這些就 inline的打一些環境變數 和後面的program read 或者Linux的寫法 那這個搞了一個 那你也replace了這個mwj 其實這個file呢 其實這個file呢 你看一下 其實它就是來自一個環境變數 就抽一些setting出來 那這個就做一個API server 那裏 有些setup 因為你要一對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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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結束了 其實我跳了step 我由70 11 72 做到這裡 save了file save all 你不用擔心就save all 然後 task 就是task save server 那 我們用cow9來做 這個local server 先玩 cow9來做 那 那 跟著呢 嗯 return to the browser 那 這裡是我們的browser 那 跟著就 choose difference 什麼事啊 這個 先停一下 其實已經很有趣了 好像是lock in lock in 咦 你又是沒有dismiss 我又是不行的 按lock in 咦 我lock不到in 等一下 Ctrl F5 因為可能有cash Ctrl F5 因為有cash 不奇怪 看看行不行 行了 因為你遇到這些東西 你知道是Ctrl F5 因為有cash ok 那你就sign in 剛才我用了admin knock in sign in difference user 跟著呢 就用回test user 跟著呢 就用回我 隨便按那個密碼 隨便按那個密碼 按 knock in 那變成用connet圖 來進入了網站 在calfund 那裡按 那其實你 現在你其實還沒牽涉到counter 這個位置 按了上去 但是還要登入 那 那接著API Call 那試一下 按Site Admin 那這裡你按Site Admin 就 Admin Login 又試一下 嗯 嗯 什麼 Dismiss了他 那我不知道他想說什麼 等等 sign in difference user 就試一下 sign in difference user 我猜他後面他用了個logic去做group 即是他沒有 就是網路程式 就是網路程式 網路程式 在網路程式 他會看到group 在你的program 上面 就是自用program logic去處理 你的admin問題 就是admin 就是admin的路程式 因為他會看到group 他的modic形式 就是可以用到API的group 我asst 이게叫我叫我 江州北京台里口 我 switched to black and white 尼你和我叫我一行 我可以死的 可是我像那样 我感觉很多人都在这个地方 不是太多 subdivision 他已经找到一个 IDENTITY PRO 你现在不论这个 IDENTITY PRO 你会有什么 所以跟我一说 一说 從這個文章 我們去找 IDENTITY PROBLEM 扣一下文章 我們結合 IDENTITY PROBLEM 然後我們再選 USER ACCESS USER ACCESS 接著這裏就撥回這裏 就是你的 USERBBLEM 接著只有一個 這樣兩個 接著一個就放回 ID Bird App Card 這是一對的 你不是所有Application都進入這個 IDENTITY PROBLEM Role 做 MAPIC 就是剛才說如果你想碰 AWS RESOURCES 你要做 MAPIC Default authenticated role is display the train to Default affects the role Default mapping User名 Israelites Default affects the ro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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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取Mapping 沒有了 Cream mapping 沒做 不要理他 因為其實在 ID 坡上有些東西的時候,在旁邊的坡坡,我會用的 你會看到那首歌,App,Client,Save,我博通它 那你就真的要 ID 坡 那你就扣住要收拔,ID 坡就要收拔 那我做完這裡,做 updated application 那我剛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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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做,還快了 自己去画一下 我的画面是一个 超级的 所以ät一个 有的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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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我会 这是 我们 我们 咱 从 我们 我们 有个 实际 是 我们 不 是 我们 我们 是 你要不要拒絕一下 你要不要拒絕一下 affects Pokemon Pro Velocity hé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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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 pedh ane JSA i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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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gon Politics 我沒有知道不同的東西 因為其實是想要點破的 不見過程度 那不是 那正是能夠找到 我只能找到這個 我們就去 回到這裏 回到這裏 這件事 做F 能不能找到 你看到F 能找到的 在中間中 做F 好過你數加一行 這裏雖然有號碼 那這裏就 因爲JavaScript 這裏就要自主的ID 去做 這裏很神奇 這就是AWS SDK 做到的東西 這樣就可以 用Bowser 這些是很棒的東西 接著就換了 Pool ID 哎呀 我忘記吸低 那這裏有 這裏有 這裏有 這樣 應該是對的 嘻嘻嘻 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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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應該大致上呢 嘻嘻 嘻 好彩仔細一點 是User Pro ID 吸材 不是IDENTIAL ID User Pro ID 好彩仔細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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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裏有了 Us.East 這裏有了 但是 那這裏有什麼的 好彩仔細一點 那麼 因爲呢 其實要你自己做 這裏有Social Cut的 這裏 這裏有Score Cup 按一下Core Cup 怎樣按 按一下按一下 我幫你將剛才加到Score 我忘記怎樣按 但為何你不知是很棒 如果你用Felma 我終於是很棒 所以不會錯 不過在這裏 我已經很棒 我幫你把這些 看這裏很棒 我可以按一下 我只能怎樣 我已經完成了 又是剛才的Score Cup 回覆這個 回覆這個 然後呢 這個可以按到C 沒有所謂 再貼上去 接著呢 又打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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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Fel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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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按下 在這裏 OK 那好了 那最後 到HOME 落定的Cache 用戶 好 Refresh 但穩妥點 按Ctrl F5 去洗Cache 其實這不是洗Cache 是逼它去reload 因为这些application有时候有cache 我们再试就是去home,report,login,sign in as different user 因为它的sign out不是这个界面上出现 接着到最后就是这个,login 然后再回头,你见到又回叩分了 回叩分了,那你见到我login了 logout了,然后再继续report again 呃 Wanit my temporary adibs confidential OK,这个界面应该有个按键,让我缩一下,为什么没有呢 再report,继续一下 你继续不了in 再试试 再试试,sign in as test user 应该有个东西会移动db的,不过我不知道做什么 试试Ctrl F5,甚至没关系 sds denied 为什么要尝试Ctrl F5,突然死了 哎呀,我知道了,出事了 够了 哎呀,做得太慢了 哎呀,那个Lap被人kill了 那我投降了 同学自己试试 我那个Lap被人kill了,做得太慢了 所以我差两个step 那应该会进入了Dalamodb的 不过现在呢 我已经没办法 帳户已经死了 够了,他销了我 因为我又听电话那样 搞得搞得,应该有个table 那我开了一堆堆极速开给你看 其实我应该可以进入的 诶,Explore Table Item 哎呀,太慢了 那应该会有个table 进入了资料的 但是呢,已经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些东西被人kill了 因为你这里本身 就是他这些 这些JavaScript 你看他,其实他就马上叫Dalamodb 然后就选择卡 啊,他要进入一些data 然后施线给你这样的 但是因为我 我够了钟,所以做不到 那算了,那么 没办法 应该返个零给我的 这个report应该返个零给我的 但是我现在应该够了钟 所以全部都被人杀了 应该有个零 的number 这里应该是这样 但是应该有些东西被人kill了 因为这里已经 你记住了一小钟 不是哦,其实还没有绿灯的 应该有时间的 还有五分钟的 还有十分钟的 应该我玩两个钟的 大家看一下 嗯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刚才看曲 应该会数db回一些东西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 最后这个step 不行 那我不太肯定发生什么事 但是我试试设计 先写一个work 即是你要submit一个work yes 看看会如何 因为他可以数一下 那个account 他说拿分啦 拿分啦 那我不试试最后的东西了 应该你会看到 那个界面有这里的 不过我不知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有没有做漏事 那个pool id 合不合呢 会不会多了space 因为这些很 低心的 这些真的要 因为一个space 你就会炒粉 就是这样 就这样啦 这样啦 有时有cash啦 但是这里其实很神奇 因为这里应该锁入到 但我觉得我正确是锁入不到 试试锁入那个admin玩一下 我试试锁入那个admin玩一下 行不行 这里也锁入 report 其实有点不不地 但是真的被人杀了 似乎是 还是他有buck呢 我不肯定发生什么事 不过呢 呃 这个taskball 我又不太明白 因为其实这个又 应该他要倒 但是你带着tracker就要这样啦 做lab就是这样做的 拿到七成多分 我就当你满分了 通常都是 七八成的满分 因为间中tracker都会不够 那好吧 总之就 这个lab就做完了 end了 stop 算完分就 submit submit 优优了 优优优独播 优优独播 优独播 优独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